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刚新立志25岁参加亚洲小姐竞选,获冠军殊荣,1989年拍摄电影《龙在天涯》与李连杰擦出爱火,交往十年决定不红毯,她婚后为爱淡出,专心在家相夫教女,近日被拍到与老公现身寺庙拜佛,李连杰25日被网友捕获现身中国青海塔尔寺苍拜, 有别于先贤憔悴苍老,此次模样明显回春,精神,气色也看起来相当不错,她在佛殿内拜佛时,身旁跟随着一名神秘女子,以为久违露面的妻子立志。 照片中,立志绑住马尾,身穿黑衣,戴墨镜,大走低调风,现年56岁的她,保养的仪,肌肤仍光滑紧致,女神风范十足,双手合十参拜时,李连杰则在旁直钉爱妻看,眼神中充满著爱意。 立志曾是亚洲选美冠军,演艺师也很被外界看好,嫁给李连杰后便退出演艺圈。 翻射自微博,李连杰,中,现身中国青海塔尔寺苍拜。 翻射自微博,李连杰,左,立志,右,和高僧合照。 翻射自微博,立志,左,双手合十苍拜。 李连杰,中,在旁颈钉。 翻射自微博,立志,左,在寺庙内参观。 翻射自微博,立志,左二,双手合十苍拜。 李连杰,右二,在旁颈钉。 翻射自微博。